花蓮市第29届调节委员就职典礼时候上午在花蓮市公所举行 由市长威佳燕颁发当写证书给14位的调节委员 同时也投票选出了李建兴继续连任调委会的主席 市长威佳燕感谢委员们无私协助市民来调节纷争 也期许调节委员们未来可以继续秉持公正公平专业的原则 来协助处理民众的纷争案件 市长威佳燕10号上午亲自颁发花蓮市第29届调节委员当写证书 市长表示调委会的成员来自各个阶层各个领域 市公所希望借重委员的专业知识为民众来排解纠纷 也希望民众在调节过程中可以尊重委员的决议 也了解委员在调节案件时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 今天很开心来颁证我们花蓮市公所我们调节委员会第29届的委员 那也很感谢我们很多的委员是长期赋予有专业知识的 那在调节的部分其实有很多也是前一任我们继续续聘下来 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一任借重他们的一些专业知识跟一些耐心 然后替民众来排解一些纷争 那也期盼在民众在调节的过程也希望都要尊重委员的一些决定 然后聆听一下委员的一些专业知识 我们都希望每一件的一些案件都能调节成功 那也希望说民众都能够了解委员在调节的一些用心 那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 现场也举办了调委会主席选举 最后是由李建新高票连任 李建新表示这一届无论是新旧委员 大家都有处理纠纷事务的经验 因此新的调委会业务预期会更顺畅 这一次新的调节委员都是一死之嫌 都有先任的里长平常就在处理公务 所以将来在调节上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那期待新的一年再到在委员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 能够让调节会的这个业务更顺畅 化解社会的这个纠纷 促进社会和谐 减少诉讼 花莲市第29届调节委员包括有 李建新 钟文青 蔡志通 吴建理 林志鹏 陈正宏 吴培真 陈妙珠 刘元良 何建宏 林志东 赵瑞平 黄淑黄 还有郑成荣等14人 任期是从111年12月1号到115年11月30号 介续会幻市报道